检方怀疑阿扁总统曾经以金元外交名义挪用机密预算 在昨天约谈了当时在阿扁时期的一些政府高官 其中前国安会的秘书长邱毅然 因为涉嫌侵吞供款50万美金遭到检方深压 那么地院彻夜就开了深压亭 在今天清晨6点半才定收压 目前台北看守所最新的情况如何 记者许绍平来我们掌握 好了邱毅然被裁定收压信件 在上午7点10分的时候 球车室已经抵达了台北看守所 那么邱毅然是双手戴上了手铐面无表情 可能是经过一整夜的征讯 他感觉起来是有些疲惫 那么邱毅然在看守所里面的代号是2875 住的是校三社住的是两人房 那么他的室友是一名炸妻犯 之前洗钱案的积压被告吴景茂 还有林德逊也都是住在校三社里面 那么就在他被送往看守所的同时间 前调查局长叶胜茂也被借提到台北地医院来应讯 主要是要厘清这个花莲三站矿场的B案 他是不是有事先透露搜索讯息 那么回到邱毅然的部分 他是在昨天晚上以被告的身份 在调查局的安和招待所秘密征讯 由检察官李海龙还有周世瑜来负责问话 那么检方是掌握他在任内 至少是有8次以上调用了这个外交机密的预算 那么检方怀疑这个部分的款项 有汇入他和贬家的相关账户 认为他涉嫌独职 是在今天早上才一定收押境界 以上是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况 好 我们看到昔日的情报头子 那么如今现在被关在笑三社 神秘的微笑不在 而取而代之的是落寞的神情 这是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土城看守所的情况